大魏的爸爸为了孩子 持续工作 这段时间 家庭经济泄入困境 儿子身上的褥窗 一天比一天还要严重 却无力挽救 他找到了 在库处特拉市场 他很喜欢他 我非常喜欢他 因为我已经四年 从他习惯了 库处特拉市 在墨西的看病院里面 跟台湾一样 享有健保制度 不过对于没钱就医的民众 连三餐温饱都有问题 更别说是每个月的健保费 也让因平而病的问题 最处可见 从事建筑工作的贝卓 两个星期前 意外从高处衰落 导致左手臂摔伤 伤口升级健骨 却迟迟不愿救医 救援不分时间地点 贝卓的求助让医师们开始张罗 一整场所的角落 顿时成了小型手术室 他伤口算是比较深 就是整个匹多连下去 因为已经两个礼拜了 所以那个就是要把它整个放松 再把它缝起来 再用固定板把它固定起来 要不然它那个伤口是很容易再裂开 医者仁心 刺激仁医会 今年九月份进驻疫诊 短短五天服务2500多人 也发现来求诊的民众 多半有胃照观念不足的问题 病人看不完 也让任医会决定号召当地医师一同帮忙 2017年强政后 而据台湾和美国两地的医师齐聚墨西哥 举办了19场议诊 能让这群医护人员付辞辛劳 跨国援助 只为了一个最终目标 我们最终的目标当然是希望 接引这边的医疗人员 能够成立仁医会 变成他们这边的医疗人员 跟志工菩萨一起来做医者 les agradecemos que sigan aquí por haberse fijado en nuestros hermanos mexicanos después del pasado sismo muy agradecidos con la fundación y ojalá pudieran llegar a todos los países y ayudar a todas las personas de este mundo 任医会承诺 每年将在墨西哥 举办至少四次的议诊 守护居民健康的心 始终如一 Thank you